好難喔 我覺得應該不是直翻 它應該是 聰明 有可能見面 對 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關於家裡而已 對 我覺得 賭光輝 賭光輝 我的年輕生涯就在這裡放 走 走 邁向新高峰 正圈答案是 是廠商 快來娛樂超四個臉書粉絲專頁按讚 耶 歡迎邱子欣 耶 台語給自己打幾分 因為我上次看你們錄啊 其他人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大概只有50分吧 好謙虛喔 通常越謙虛 分數越高 我知道 劉佳麗 他是不是說他100分還是90分 結果他根本都不會 對啊 這個台語的姿勢也許不會那麼廣泛 但我是盡力而為了 哇 你好謙虛喔 你有一個兒子就是那個潘伯熙 對 他給自己打90分 就只打對兩題 對啊 因為我這個兒子我也是比較 比較了解他比較浮誇一點 OK啦 自己台語打幾分呢 當然 不要太謙虛 沒有 雖然小時候也是在家裡講台語 然後拍過這麼多的巴鈴鐺 台詞會 但是生活上的用語 其實不是太有自信 以年輕人來講的話 我才算是還不錯啦 我覺得你是台南人 對對對 母語就會講台語 母語就會講台語 是有之前都是待在台語劇的劇團 喔 借我一下 欸 這百萬的幸福欸 百萬幸福欸 百萬幸福欸 好有榮箱子啊 真的啦 新團體 我們兩個之後要不要來 假如有一而進 要不要來夢火客棧 好希望喔 客串一下 我可以演到我沒有辦法投胎 轉世一直吃的嗎 欸這個台語考驗 真的沒有一百分說不過去欸 歌王欸 歌王欸 他這個會長大的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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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簡單啊 從三春季的時裝 看到的孟婆客棧的古裝 欸 一樣很美 謝謝 而且孟婆客棧是講台語 對 講台語 給自己台語打幾分 你說戲裡才奇怪 勇敢勇敢 如果是水仙的角色 你覺得他台語有幾分 喔 一百 一百喔 光哥演多久了 演戲耶 呃 三十年超過了 喔 所以你十歲就出道了 同心啦 同心啦 所以台語應該還蠻厲害的喔 嗯 可以啦 普通啦 不敢說很厲害啦 都好謙虛喔 跟八點檔你都不一樣 嗯 這是我的本性 這是我的本性 請問台語的 你覺得他什麼東西 秋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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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秋秋不是青青的意思嗎 喔 秋秋 秋秋應該是一種 狀態嘛 就是 秋秋 秋秋 我覺得我選擇鳥 喔 你說小朋友的 不是跟鳥叫 是 在我的小時候 秋秋就是小時候 小孩子的小鳥叫秋秋 喔 秋秋 把你的秋秋咬掉 喔 秋秋是那個耶 好 是秋秋嗎 秋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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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榮 秋秋 秋秋 章 秋秋 秋秋 设计 我們剛才會香真香喔 喔 太厲害了 好難喔 我覺得應該不是直翻 它應該是一個 對 可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關於家裡的厲害 真的 覺得好難 賭關輝 我的演藝生要就在這裡 走 邁向新高峰 謝謝 賭關輝 執意的話 賭關輝 這個真的有一點點難喔 這個如果通常拿到劇本的話 我一開始可能會有點 豆捲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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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常常長的時候就是一整片的 嗯 都紅色的 阿肚 肚子 肚 肚 肚在這裡 肚關 這個跟阿肚嗎 應該在這裡 滿山紅 三 三 紅 怎麼好厲害 每個滿山片也都是紅的一片 真圈 證券答案4 摔色紅 當然 聲音又摔色紅 你看你知道嗎 在孟婆哥 broader裡有一個花 什麼花 李岸圭 還有怎麼唸 江茂二姐有這首歌 是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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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一定要留起來 來啊 對 煩的煩 刻煩的煩 不是 對 明煩 彼王煩 彼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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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說B 趕 灰 B 趕 灰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有一段 要講這一個花的名字 講不出來 然後是詩益男大哥 就說 你就把它當作Beyonce 就真的叫Beyonce 我就這樣背起來了 美鳳梅 美鳳 它有一個美鳳 客母沒客鄉 客母很乖 乾媽很純 乾媽很純 客母沒客鄉 客母沒客鄉 乾媽沒客鄉 你看是什麼 去市集買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來有些老闆比較出味的 你就會看到這句話 喔 真的喔 對 在菜市場啊 比較常出現 就像你去買紅茶的時候 會有一些樹貢 樹起來的樹啊 貢品的貢 就是吸管 它有些也會寫這種台語諧音字 這應該是橘子嘛 乾媽 乾媽嘛 沒客鄉 厲害 厲害 乾媽 乾媽 乾媽怎麼樣 乾媽 沒客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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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沒客鄉 先交付老 沒客鄉 可以嗎 提示 7月半的時候豬都會咬什麼 可以 你看看著我是馬醫生的 我覺得 乾媽 橘子沒有客鄉 沒有撞到的傷 答案就是 沒有客鄉 沒有撞到 沒有撞傷 答案就是 乾媽 沒有客鄉 蛤 沒有客鄉 對啦 這個橘子沒有被撞到 沒有撞傷 乾媽 乾媽 沒有客鄉 什麼意思 是不是 什麼意思 就是它沒有摔傷 我知道 欸 乾媽沒有客鄉 欸 賣水果的時候最怕水果 客鄉 那個是這個意思喔 你的答案會是 乾媽沒有客鄉 欸